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各大主流聯賽於國際比賽日期間暫停之際 應錦賽趁機出鏡 在週三的凌晨將上演數場分組賽的爭奪 其中彼得寶將在主場與史提芬納節上演英甲內戰 兩隊上輪聯賽剛剛完成過招 主場作戰的彼得寶最喜歡彼一擊退史提芬納節 雙方今次再度交戰 彼得寶依然值得提高一時 回顧上季英甲賽 彼得寶除了在分組賽階段遭遇過一場失利外 其餘全部獲勝 最終奪得對史第二座英甲賽冠軍 兩次冠軍之間剛好相隔十年 值得提及的是 彼得寶近年在英甲賽上展現出不續的競爭力 最近六次參賽坤能夠特為分組賽 其中四次至少殺入半準決賽 對於他們然而進級淘汰是應輕而移舉 而在今季首輪分組賽中 彼得寶就算進行龍蜂翼 貧席 歷奇宗斯 和伊希安維恩 郭建一公 以二比一擊敗英越球隊機靈銜斬獲開門筒 眼看本輪迎戰同組實力較強的史提芬立戰 彼得寶必定不敢怠慢 預計陣中首席得分首卡華美撲股 亦會正選出戰 另外有利的是 彼得寶最近在聯賽中走磨主場兩年四 當中每場至少攻入兩球 進攻火力有保證的他們金鋒青紅在網 作為對比 只提分納至上季英甲賽此部分組賽 那是他們過去八次不計今季 參賽第四次分組賽出局 而且對比賽在英甲賽的最好成績 也只是進入半準決賽競爭力十分有限 至於今季分組賽首戰 史提芬立志面對碎晶宮U21以1比0迎來開門紅 很好地把握著對陣藥女全拿3分的機會 畢竟與比特寶的較量幾隊拿分的機會不大 留意史提芬立志今季聯賽表現 十輪六得四勝兩和四伏的戰績 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四場勝利 全部都是在主場取得的 反觀五場作客指得兩和三伏的不勝戰績 當中緊入兩球的薄弱火力 無疑是客戰不濟的根源所在 這麼好走訪經驗十足的比特寶 只提分納至敗局已定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無論何時何地 猶如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